ół會 各位小老婆 雞雞樂之汽網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編輯Kimi 今天我們來到 保安的高爾夫球場 來駕乘YAMAHA最新的MIMI 这一代Limmin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 它把排气量旧款的是113cc 那这一代它把它提升到了124cc 就是125等级的车款 那它这台车是结合了智能启动系统 那也是跟RS Neo这款车是一样的 这个引擎它们都有所谓的Blue Code Blue Code这个名词对于YAMAHA来讲 它就是代表了省油、经济、节能的科技结晶 所以当它在发动的时候 其实跟RS Neo是有一样非常安静、非常柔顺 骑到引擎我们要提一下它的动力表现 那上一代113cc这一代成长到125cc 所以在数字上来看 其实动力成长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就我们刚才的状况实际骑成之后 确实它比旧款的113cc的那颗引擎是更为有利 因为高尔夫球场通常都是在比较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那跟之前比的确在上坡的时候 加速是比前一代来得更为强劲 但是125cc再加上它这个Blue Code的技术呢 主要是讲求精进省油 所以如果跟现有一般比较高阶的125cc速克达来比的话 它还是比较柔顺一点 没有到起步那种你吹油门 然后有给你那种冲进的感觉 它还是比较柔顺 但是跟上一代比确实它的动力提升 爬坡的速度确实也更快 在它的一些主要配备 比如说像它的前后悬吊 基本上是跟上一代一模一样 前面是26mm的阵力式前叉 那后面就是单枪避震系 但是它这次在刹车的部分 虽然前面你看卡钱 可能觉得它还是单向单活塞的刹车卡钱 但是他们这次加入了UBS系统 那其实说穿了它就是CBS 所谓的联动刹车系统 只是那个代号缩写不一样 对YAMAHA来讲他们就是UBS 那黎明这台车呢 这一代它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在外观 比如说像它前面的大灯设计 那时候发表会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灯设计 跟他们自家的125旗舰 就是近战这台车非常的像 但是经过询问YAMAHA的官方人员 他们说这个大灯跟近战的大灯 是完全任何没有关联 它就只是长得像而已 那其实前一代呢 它的LIMI的造型 直角比较多 包含像前面这个部分 那它这一代就是把它修得比较流线一点 新一代LIMI它在车侧的造型 其实也是做了一些修改 侧边的线条呢 它是以上面有一点比较弧形 看起来比较动感 再来像它的尾灯的部分 尾灯部分上一代它是做比较 面积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一代它是说的小小 就是两条水平 这样横的过去 那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质感加分的作用 再来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一代的LIMI它在仪表的位置 其实也有做了一些调整 过往它们是比较讲求 自由奔放的那种骑程感 上一代的LIMI在骑程的时候 视野往前看出去 几乎是看不太到仪表版的 那这一代其实它把它整个位置往上移了一点 那我觉得其实就观看性上来讲说 是比较便利的 它还有一些点缀的部分 譬如说它的前面这个小风镜 那这个小风镜我觉得其实跟它们自家 YAMAHA自家的EC05 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一个小小的装饰 另一个改变就是 现在的机种 速克达机种包含像近战 或者是像Tri City E5这些车 它们都有提供一个充电的功能 但是它以往充电功能都是用12V 这一代就反过来改成用USB充电 可能这也是为了因应市场的潮流 大家觉得USB就是方便 然后急插急用你不用再买一个转接头 但是反过来想 如果今天当USB的充电规格 你要更快 势必它在这个配备上面就要再更改 那在座高的部分 因为它这台车是比较符合女性族群 那座高其实只有755mm 那对我这种身高170的男性来讲 自然是骑起来就毫无压力 因为毕竟车身尺码比较小一点 对于男训来说 你的龙头左右打到底的时候 其实是会跟你的膝盖做一个接触 那它们也是主打说 车厢是可以放一顶四分之三安全帽 在过程中其实我有试这一顶全道安全帽 但非常可惜 差一点点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完全盖起来 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小帽体的全道式安全帽 其实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放得进去的 那2020新款Limi的建议售价为72,000元 有一款墨黑款它是比较特殊的车色 其实也只比其他四个车色多出了500块钱 那总结一下 如果你对Limi或是你对自身的风格 你比较喜欢你想展现自我的 想要比较有不同的骑程体验 想要骑在路上跟人家不一样 想要享受BlueCore引擎的科技跟魅力 建议大家可以去YAMAHA的展间 去看一下Limi 去试诚一下 OK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骑程心得 那简单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那其余车款都是 等一下我重讲一次 新款的Limi 这台的建议售价是 等一下 我再重讲一次 然后 那 二 等一下 我再重我们来讲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Limi 它这一代主要的改变 就是在于外观 等一下 我重来一次 我休息一下 好热 是抖动比较大的状况 啊